剛剛我們已經切頁了 可以跳過去的 但是問題來了 就是說 特別注意剛剛那個切的時候 特別注意你那個 註冊的那個Manifest的地方 一定要記得名稱要對 像我剛剛有改了 忘了改回來 所以 會有錯誤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在那個Eclipse裡面 其實它可以做這邊的設定 這個Manifest檔 這邊有個Manifest這個檔 那打開來這邊會有一個 Application 不過我試過就是說用那個Android Studio 打開來之後你會發現 在Android Studio沒有這些頁面 它只有這個 它就是在Android Studio 我覺得反而難用 它就是要叫你自己Key 這很麻煩 以後記得如果你用Android Studio 乾脆怎麼樣 把 把東西 對 拿這邊改一改 然後再貼回去就好了 所以 不就是一個好方法 不然的話 叫你說 用Android Studio 天啊 這個要叫你Key上去 再沒有問題啦 不過說真的啦 你 還是蠻麻煩 你用圖形化介面 總是不用背吧 不然的話 你遇到狀況 你又要自己打上去 那你又要去找說在哪邊找 那還太麻煩 乾脆 圖形化介面 可是特別注意Android Studio 沒有 所以 記得就是可以在 Eclipse裡面做完有沒有 再把Source貼過 我發現兩邊是相通的 一模一樣 沒有問題 所以 像網路上很多人問說那個 我有沒有在開Android Studio的課程 那當然我也覺得 可能在下一次上課的時候 我就直接講 我用Android Studio來上課 但是好像又沒有辦法完全把Eclipse 拋 拋掉 這個變成說 里廣邊可能要兩用了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策略 不然的話現在坊間的書籍幾乎都是用Eclipse 很少用Android Studio Android Studio的好處就是說 它是Google推出來的 而且它可以銜接像 Android Watch 手錶 Android TV Android的其他的 相關的裝置 但是它有一些功能 還是沒有比Eclipse好 那怎麼辦 所以可能階段性的 也許兩邊 你都要 會用 也沒什麼差別 反正 學一套等於學兩套 所以我特別強調說 其實無論你是學Eclipse 或者是學Android Studio 都一樣 Source都相通的 OK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把剛剛的部分完成 最後做完之後 我希望能夠做到什麼效果 當我填入身高跟體重 特別注意 這個 BMI的計算公式 請各位自己再去網路上找 打個BMI就有了 它的公式是 體重 除以 身高的平方 但是身高是必須除以100 之後的平方 是用公尺來換算的 所以放在這邊 那我們計算完之後 我希望怎麼樣 按下計算不是在下面顯示 而是跳到下一個頁面 把這個值 順便幫我丟到這邊來 顯示出來 這個地方的話 重點 特別注意 你就是要學會一個 類別 這個類別叫bundle 這個bundle 就是配合 Intent 底下有一個叫做bundle的一個類別 這個類別的話呢 就是主要用途就是說 我如果今天有個計算結果 我可以在前一個頁面 把它放 put put 有一個方法叫put istress istress 然後呢 放一個什麼呢 一個字串 也許我這邊是因為我 用Digimal Format Format之後 是一個字串 那我就把這個字串 put到那個 Intent 跟Intent 一直寄 有點像email吧 一起丟到第二個頁面 那第二個頁面呢 他這個類別裡面很麻煩 你還是要宣告bundle 一個物件 那邊用put 這邊用什麼 用get 那邊用put 這邊用get 不過一般是set 不過很奇怪 他用put 可能是 他故意要跟java 有點差異化 不然的話感覺如果他那邊用set 感覺就偷學 所以那邊用put 不然沒關係put 他這邊用set 再把它截取出來 再秀到testview上面 所以整個流程 應該觀念有啦 不過要寫很多東西 所以我這邊 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戴一下 這個如果 租個租個血有點麻煩 第一個請各位注意一下 那做哪些事情呢 我這邊 第一個 這邊一定要是 賄賂一個叫bundle的東西 有沒有這邊有個bundle OK 而且bundle 預設就有了 bundle 那這個bundle 它裡面要做什麼東西呢 我們主要是把 上面我本來是註解掉的 不過我後來發現 這上面可以先 算好結果 再帶過去 所以特別注意 上面的東西本來是註解 我把它再取消註解 取消註解 其實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 在java裡面 你可以先註解 取消的話 其實就是在 再做一個control 本來是control加斜線 如果你要取消註解 就是同樣的範圍 選取 control再加斜線 它就取消了 這個方法我覺得不錯 然後 一樣去計算出一個結果 放在s裡面 那這個s裡面 就是我們剛剛計算出來的 那個bmi結果 但是它是一個字串 所以怎麼樣順便帶過去 特別注意 關鍵點就是在這裡 計算完之後 要帶過去的話 記得就是從這邊 到這邊 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個bundle 建立一個什麼 bundle的物件 這個物件的名稱 我取的叫b 這個b裡面 如果要把 相關的資料帶過去的話 可以用b 裡面有個叫put string 然後呢 特別注意 它是一個key value的 觀念 所謂的key就是說 你要放過去 將來用什麼來認得 這裡面的資料 所以有個key key就是它的 名稱 其實就是它的id 然後呢 帶什麼資料 帶這個資料 就是 假設我這邊有個什麼 剛剛 切過去有19.56 這個資料的話就放在這裡 丟過去用這個來認 記得喔 記得喔 最後還要多一行 叫做intent 點 put issress 加一個b 所以基本上 會多三行 一個是 宣告 一個b 然後再put 這個方法 再來就是intent裡面呢 用put issress 把它順便帶過去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把 假設是 19.56 放在 intent裡面 跟著一起過去 有點像 email信箱 email裡面有附加檔 一樣的 一樣的回溫針嘛 你就一直過去了 好 那所以 第一個 我們在那個 附加檔裡面 就已經加了 但是 第二個 那我要怎麼樣 在另外一個地方 把它接到 這個地方是 丟 接的話特別注意 是切過來之後 一樣要宣告一個bundle 名稱我也取一樣 然後再來做什麼事呢 再來就是說 這邊 第二個頁面的話 一樣有個intent 那因為第二個頁面裡面呢 會只有很簡單的一個東西 就是 它裡面 只有一個 切過來的話 就這些東西了 所以我這邊 這個頁面裡面 這個bundle 這個button是它 然後 這個是它 那另外的話 還宣告一個intent 因為我將來要去接收裡面的東西 另外還有一個bundle 所以要多宣告兩個東西 再來的話呢 我們一樣去做連結 有沒有 連結這兩個 那 底下這邊的話 多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有一個intent 順便帶東西過來 所以 intent 利用一個什麼呢 this this 指的就是這個second 因為它丟過來 誰接呢 就是 透過那個 activity 它會把東西丟在activity 然後 getintent 丟到這個intent裡面 然後再什麼 用 getestress 再把它丟到bundle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再利用bundle裡面有一個叫get 記得是stress 剛剛不是有個key嗎 key的話就是這個id 叫s 就把s裡面的東西 抓過來 比如說19.59 那16.59這個東西呢 就會傳到s裡面 最後用什麼 set 因為直接一啟動 uncreate之後 自動就顯示裡面 不用按按鈕的話 那就直接在這邊set test bmi結果 加上 19.59 所以輸出的話 就看到結果 OK 大概是這樣 其實沒有 沒有很複雜 只是說要做很多的事情 你會發現它用的 activity 接 intent 在接 bundle在接 最後再把它放到testview 有夠麻煩的 不過沒有辦法 只要知道流程大概就是這樣 這樣跑出來的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將來要從這個頁面 丟東西過去 記得就是會 有一個bundle存在 丟過去的話 也要需要bundle 把它接起來 所以 完成了程式的話呢 我剛剛也有把它放在雲端上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 參考一下 因為這個程式碼比較 隱藏一些些 所以我把它放在這邊底下 界面 這個給各位參考 page2的界面 然後 程式碼 main activity 裡面的話基本上 比較 特別的應該是這個地方 這三行 所以這三行 我乾脆把它稍微再加 大一點好了 這個地方 字 看把它改紅色 就這三行 然後 其他應該都沒問題 再來的話 second second部分的話呢 就是這幾個 總共會有宣告這幾個 連結的話 把這個放過來 這幾個 比較重要 一樣把它換成紅色好了 至少要放大一點點 OK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最後結束的話 就是finish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沒 焉 吃 吃 吃